126. 信報財經新聞 據企跡差道指增錯223點 2015年7月22日耀文社評A02國際商業機器 和聯合科技United Technologies兩隻重磅股業職欠街 拖累道指作天列口大跌 撫開市值跌穿18000點心理關口 納子亞中段連續三個交易日破頂的氣勢 近日走強的美元回吐 帶動前天急社的金價反彈 導指最多增錯223點 中段跌222點 主要因兩大成分股和高科技產品生產商聯合科技股價齊初 IBM 收入連跌13季 股價跌於5% 聯合科技發營景 下調全年盈利預測 且收入不如預期 股價大射於7% 標指和納子早段反復 其中納子短暫上升 其後逐步下跌 兩指數中段分別跌0.5%和0.4% 電信商 Verizon 股價跌約2.5% 主因收入順於預期 歐股早前因希臘危機舒緩 而大升後 昨天焦點同樣重回業績 若闖諾和Novartis 業績順預期 拖低醫療股 令歐股受壓 並在中段起跌幅逐步擴大 其中的股跌於1% 希臘股市繼續停市 亞股在中國股市帶動下上升 M.S.C.I.亞洲指數 不計日本 升0.5% 入股升0.9% 美元回吐猶金反彈美元初段表現不俗 但其後出現獲利回吐 美據數增升至三個月高位98.151 中段倒跌0.8% 報97.281 歐羅星1% 報1.0936美元 美元兌入元增升至124.48日元的五週高位 中段倒跌0.4% 報123.77日元 分析員認為 美元升勢指使暫停 並未暫停 金價前天增急跌至1086美元的五年低位後 昨天趁美元回落而反彈 現貨金中段升0.8% 每項施報1105.26美元 油價仍因供應過性而下跌 紐約旗油增跌穿50美元 其後反彈 布蘭特旗油中段升0.7% 每桶報57.03美元 紐約旗油升1.3% 報50.82美元 要問據企跡差道指增錯223點 政策局局沖4.18元 金價前天增加 評企跡差道指增大